第二十二课 德国丈夫中国期 学习词语 生词 跨国 旅费 老外 聚会 面子 见外 看不惯 团圆 中途 加油 话说回来 美德 互补 懒得 风俗 专名 圣诞节 香山 练习 一 请仔细听录音 找出每组句子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第一组 一 他这个人哪都好 就是爱抽烟 二 那个饭馆哪都好 就是有点远 三 我哪儿都想逛逛 就是不想去百货大楼 第二组 一 以前 离婚 常常被看成没有面子的事 二 他这两年挣了不少钱 觉得很有面子 三 有人觉得说对不起 很丢面子 第三组 一 这么点小事 直接告诉他不就得了 二 你想知道他的意见 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得了 三 自行车丢了 买辆新的不就得了 第四组 一 我真看不惯上车不排队的人 二 他总是抱怨 让人看不惯 三 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 他都会说出来 不管别人的感受 第五组 一 我知道健身的重要性 就是懒得去 二 找了几个月的工作都没找到 我都懒得再找了 三 新买的东西质量不太好 不过我懒得去换了 课文 德国丈夫 中国妻 现在 跨国婚姻越来越多 不同国家的人结了婚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 我们请了一位德国丈夫和他的中国妻子 一起来聊聊他们的家庭生活 诶 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 想出国旅游 我爸爸说 出国不能光玩 要是你能学一门当地的语言 我就给你出旅费 我想 那好吧 就学中文吧 于是 我就从德国到了北京 开始学中文 那时候 我刚上大学 一个朋友 请我参加一个有老外的聚会 我就去了 你们俩在聚会上一见钟情 是啊 现在我们结婚都快十年了 我的妻子哪儿都挺好 就是从来不认错 我们德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 做错了事要道歉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道歉并不丢面子呀 在家里有必要道歉吗 事情过去了不就得了 跟家里人 还老把对不起挂在嘴上 那多见外啊 你看看 这就是他的态度 那你有没有看不惯先生的地方啊 怎么没有啊 有一年圣诞节 我们从中国到德国去看他父母 吃晚饭的时候 他妈妈端上汤和牛肉 我想别的菜很快就会上来吧 可是等啊等啊 再没别的了 他妈妈说 就这些了 你爸爸正减肥呢 你看 为了全家团圆 我们大老远地跑来 吃的就是这个 你说 这在中国可能吗 可当时爸爸正在减肥 我们不好破坏他的计划呀 说到计划 德国人可真是什么事都讲计划 我们和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 中途我给汽车加油 你说 这算得了什么呀 可他就会说我 为什么事先不准备好 为什么要让朋友等你 不过话说回来 他的德国朋友 的确是事先都做好准备的 你不觉得这是美德吗 那要看怎么说了 我想你们之间一定也有互补的方面 那当然了 我这个人特别懒得出门 他喜欢运动 常常带我爬山旅游 前两天我们刚爬了香山 感觉好极了 说实在的 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在我感兴趣的各个方面 不论是中国历史 艺术还是风俗习惯 他都是我耐心的老师 4. 根据课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1. 丈夫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2. 她们是在哪儿认识的 3. 丈夫不满意妻子什么 4. 妻子不满意丈夫什么 5. 妻子为什么不跟丈夫认错 6. 那一年圣诞节在丈夫家 为什么吃得那么简单 7. 妻子认为中途给汽车家有怎么样 7. 听录音复述句子 然后回答问题 1. 事情过去了不就得了 1. 这个人认为事情严重不严重 2. 你看看 这就是他的态度 2. 这句话是什么语气 2. 满意还是不满意 3. 你说 这在中国可能吗 3. 这在中国可能还是不可能 4. 中途我给汽车加油 你说这算得了什么呀 5. 问 5. 说话人认为给汽车加油 5. 给汽车加油严重不严重 5. 是不是美德 那要看怎么说了 6. 问 6. 说话人认为 6. 这是不是美德 8. 选词填空 1. 你们去哪儿都行 6. 就是不许到这儿来 6. 这次没考好 6. 以后好好学习不就得了 7. 谁都挺忙 7. 就是他不忙 7. 为了不丢面子 7. 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请客 8. 五 5. 他看不惯年轻人整天上网玩游戏 6. 现在买房太贵了 不过话说回来 很多人认为不买房就没法结婚 7. 你做错了 跟他道个歉不就得了 8. 不少孩子觉得父母太唠叨 8. 什么事都懒得跟父母说 9. 他放假在家 什么都不做 每天就是看电视 10. 我不习惯八点就上课 实在起不来 1. 所以拜托 2. 是比词